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志不经 今天我们要说说辽宁营口的文启东 他做的东西很常见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的垃圾袋 他说他做的垃圾袋可不普通 他在国外多个场合亮相的时候 拿出自己的东西总能够让观看的人很震惊 一下子就打响了国外的市场 2012年销售额达到了4.6亿元 不过他这一手还从来没在国内亮相过 那么他要做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早上七点多 辽宁省营口市的辽河公园 仍然有很多沉练的市民 趁这个机会 文启东赶紧走上前去 做一次很有趣的调查 几位老大哥我在这看你们半天了 这练武术的练武术的 我打扰你们一分钟 能不能看一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能不能摸一摸 摸一摸可以啊 这是他干什么用的 好像是口罩和石筋之类的 行手 能不能猜出里边是什么 纸面筋 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东西 能不能看出来 怎么办 这什么话 放不出来 放不出来 是什么 不对 那是啥 那不是口罩 口罩 口罩也不对 擦眼镜的布 擦眼镜的布 不对 那你看这个东西 我夹的时候 我还给你打开 你看看是什么东西 能不能感觉 你有没有购买的欲望 什么玩意儿 你先看一下 你注意看 别害怕 别害怕 好玩 文启东的塑料袋 按照专业的说法叫做垃圾分类收集袋 垃圾袋通常只有大小之分 可是文启东 却把垃圾袋做到了极致 一个小小的垃圾袋 就有400多个品种 获得的专利有20多个 我们这个的巧妙之处是什么呢 你看这上有很多小眼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个专利 那么把这个吸盘吸到这盘上以后 把这袋拿出来套到这个上 套上这以后 把洗完的菜 带水的这些 比如说菜帮的和不用的 掐掉东西放到这里 然后水那会顺着它往下走 里面留下的就是比较干的那个 果皮啊 菜帮啊 人们司空见惯的垃圾袋 通过文启东的创新产生了独特的价值 成为他打开市场的杀手锏 他也因此成为国内塑料制品行业的传奇人物 不过在银口 人们津津乐道的 还有文启东超快的发展速度 特别是最近六年时间 它的企业在全行业都很低迷的情况下 逆势增长 销售额年均增长30% 90%的垃圾袋 出口日本和欧美等多个国家 2012年销售额超过4亿元 从衣物所有开始做起 走到今天非常不简单 我们非常佩服 它的出口量很大 据说他们已经做到 接近日本市场的三分之一了 有不少 像我们的有不少都羡慕的 那我想你都看你 多的起数都跑一块 原来以为是一个小小的塑料袋 就是一个装垃圾的 或者是装食品 那么现在我去一看 应该说对我的思想观念 又产生了一次冲击 对全体来说 文启东这个企业 是我们树立的标杆 银口海关辖区呢 注册企业是1000多家 现有呢 A类企业是19家 那么双A类企业呢 仅有文总这个企业 进出口企业获得双A类的管理类别 应该说是最高荣誉 文启东的家就在辽河岸边 从小他就喜欢乐器 长大后成为银口式歌舞团 一名弹奏三弦的演员 26岁那年成为银口歌舞团的副团长 上个世纪90年代初 全国上下对文化的渴求 催生了演出热 唐内话叫走学 文启东带的歌舞团演出了7年 去过很多城市 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数据 是好像全国都有几千个 大概有两三千个这样的团 在全国开始走学 估计在全国起码20个之内 我们应该是 包括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 这些一线的名演员 我们有很多都市那时候跟他合作过 1997年 感觉到四处演出非常辛苦 温启东决定转行 回到银口后 他经营过酒店 做过进出口贸易 2000年 温启东从对日出口贸易中 发泄了加工垃圾袋的商机 随后 筹资100多万元 建起了一个小加工厂 当时像他一样的小加工厂 在银口市就有上百家 不过就在2003年 温启东却因为一个决定 一下子从当地 100多个小加工厂中脱颖而出 奠定了国内产业领跑者的基础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战争 2003年3月 伊拉克战争爆发 这场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战争 却把温启东的神经撩拨得异常紧张 我们当时就非常非常出乎意外 非常震惊 一星期以后 伊拉克的部队已经没有抵抗了 那个沙达姆还没找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决策已经错了 这是巨乙烯颗粒 它是石油的衍生品 也是做塑料袋最主要的原料 巨乙烯经过2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 融化成液体 在经过这套设备 吹成柱状冷却后 变成塑料袋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温启东预测 战争可能持续半年以上 他担心石油价格暴涨 会带动巨乙烯涨价 于是提前从日本供应商那里 买进了1200吨巨乙烯原料 足够他用上一年 不成想 战争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巨乙烯价格直线下跌 当时的销化大了 当时是一万块钱那个大 那个颗粒 大家买的时候 应该是七千块钱 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 买四千九 一顿差两千 那段时间 温启东和几位朋友经常聚在一起 可不管怎么商量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这个突来的打击 他的企业被推到了绝境 我们这1200吨的合同 我们执行还是不执行 当时对我们确实是一个 很纠结的事 如果我们执行了 这1200吨 按当时的市场价 我们要亏人民币300万 那个时候我们一年 只有70多万的利润 要亏300万要白干四年 白干四年 就意味着企业死掉了 温启东无论如何都无法灭组 这时他了解到一个信息 日本客户已经来到中国 并且走访了几十家企业 坦率说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企业就在 塑料行业这个行业呢 还是有存在着 存在一定的问题吧 我只能说 所以有的时候 很多可能就毁单 不信任何 毁单的话 咱们可以去上诉啊 或者怎么样 考虑是国际贸易的话 如果说采取这样的手段的话 也可以不是不可以 但是考虑到费时费力啊 或者最后得不赏失 最后有的时候 可能就放弃了 于是温启东和团队商量后 也决定如法炮制 就等日方客户上门摊牌 这原本是定好的事情 不撑下 中途却让温启东 弄出了大岔子 把所有的人都弄懵了 当时说出这几个字 我们几个人快崩溃了 他让翻译再翻译了一遍 他很震惊了 他完全意外 他想 怎么可能 那么在温启东的企业 生死存亡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令人心惊的故事呢 2003年5月 日本原料供应商来到银口 在一间会议室里 双方坐下来还不到五分钟 刚说了几句话 日方代表就拍起了桌子 现场火星四溅 实际上就 确实很激动 应该是 一定发生了争吵 特别激动 拍座的 不行 这个事必须得执行 那么他给我们讲 说你这个企业现在很小 因为你的目标 未来不是做这么小的企业 你可能要变成企业家 要做成一个很大的企业 如果你今天开始养成 不讲诚信的习惯 那么未来你的路越走越窄 日本供货商的一席话 戳到了温启东的心里 我当时觉得 当时猛然就被 那叫提呼观点也好 还是叫我马上醒悟了 实际他说的是对的 我当时就醒悟了 完了我就开始用五分钟的时间 思想在斗争 我们怎么办 是要亏三百万呢 还是要跟他耍赖 一旁的刘洪伟 发现了温启东在犹豫 赶紧拽他的一脚 我就拽他他的一脚 我刚才没什么太大反应 我又拽几件 我就想告诉他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你千万别 因为一时冲动 把这主意就给改了 是宁肯毁约挨骂一回 还是执行合同白干四年 在利益和诚信之间 温启东内心的天平 不断地起落着 他的心不断地在挣扎 沉默五分钟之后 他做出了让赛场所有人 都惊讶的决定 我当时就表态说 这个合同我执行 我心里非常非常 心里在流血 我三百万对我来讲 要白干四年 但是我依然跟他表态 我执行这个合同 他当时有反应吗 他又一次反应 这回改成他很震惊了 一千二百吨高价买进的原料 很快堆到了工厂 看着四处堆放的原料 包括温启东在内 大家都有一种疑问 这要白干四年 可怎么撑得下去呢 可谁都没有想到 这件事让温启东的诚信 在圈内传开了 很多日本客户慕名而来 大量的订单逐渐抵消了 这批原料带来的亏损 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当时那一瞬间 我真的是做了一个 非常正确的选择 从那一刻起 就把它作为一个 很好的合作伙伴来进行培养 通过这个事 把我们诚信的精神 我们首先自己在诚信 在我们心里扎根了 这是最大的收获 未来在我们做这个 开拓市场的时候 那么起了很大的一个 推动作用 从2003年开始 温启东企业的订单 快速增长 让他一下从当地 一百多家小工厂中脱颖而出 三年时间销售额发了十倍 从一千多万增长到一个多一 就在大家都为温启东 高兴的时候 温启东做了一件事 这让很多人都说 他是自寻死路 是什么让他的头发 一个月急得掉了三大块 一场体育比赛 如何能让他有了灵感 开发出神奇的袋子 看温启东 如何连续六年逆势增长 利润严均增长 百分之三十 2007年 温启东投入全部身家 三千多万建设的 这个新工厂投厂 当很多人第一次来到 这个工厂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温启东疯了 大伙子反应的老板也疯了 日本人认为温启东疯了 我们公司认为老板也疯了 把房子也卖了 这是听说我也跟温启 探讨 我劝说过 这么大头 我又将来市场这种情况 尤其我们这个包装的 能不能出现赔本 赔了清加大厂的情绪 原来的老厂 每月只能生产一百吨塑料袋 而新工厂的产能 是每月生产一千吨塑料袋 产能比过去 一下扩大了十倍 很多人说 温启东的布子 买得太大了 我们有点不太容易接受 可能站在强规角度 可能我们认为 一百多吨的一个产量 站在强规角度 做一个三百吨 或者五百吨 可能已经足够了 我当时日本的客户来了 看到我在建这个工厂的现场 他非常非常的惊讶 而且他跟 我的翻译讲 他说温启东在赌博 如果这个工厂建成了 不用说中国 在日本就要黄掉很多工厂 他说这个很难 可能做不到 温启东这个 有可能要倾家当场 温启东的新工厂 主要针对的销售市场 就是日本 日本在2000年左右 开始垃圾分类处理 对垃圾袋的需求 一直很大 日本垃圾袋上 会印上户主的姓氏 和所住地区名字 形成了非常细化的 垃圾分类办法 水用的垃圾袋 做到装水的瓶子 他这个瓶和瓶盖 就是需要分开 那么还有可再利用 就是说这个塑料回收以后 可再利用的 这个作为一种资源 在日本就可以再利用的 他们日本的是 135 26有机物 无机物 玻璃 清兵金属 全部要分开 日本对垃圾袋的需求量大 可温启东万万没有想到的去 自己扩产后 销售不仅没有上升 反而在这个时候 老客户偏偏不下订单 原来日本的老客户担心 文启东扩张太快 质量不稳定 那段时间 工厂里到处堆积的是原料和产品 全厂上下都很着急 大家经常会去议论 包括我们在下班以后 也经常会去谈这些事情 大家可能有些人在观望 有些人比较担心 甚至有个别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企业是不是要出问题了 可温启东看上去却很淡定 他经常在工厂里和员工交流 说话更是高调 如果所有的事大家都认为好的时候 可能对你就没有机会了 不过温启东内心的秘密 却很意外的被一位日本客户看穿了 2007年5月 温启东去日本拜访客户 就在两人前后脚走路的时候 日本客户突然叫住了温启东 他突然间那个时候就把我叫住 他说温启东你的压力为什么这么大 我说我没有什么压力啊 因为我们也不能把压力让客户知道 完了他说你这个压力很大 他说你这个头发掉了三块 当天晚上一回到酒店 温启东立马冲到卫生间去看自己的头发 卫生间里都有女士的化妆镜 我就把那个化妆镜从那个墙上给他摘到最长 这个时候就这样反复照 终于看到了 有三块 最大的像人民币一块钱那么大 最小的像五毛钱那么大 所以当时这个心情觉得特别的特别的 当时觉得特别的难受 市场不相信眼泪 如何让日本老客户尽快的认可自己 温启东每天都在动着心思 2007年7月 温启东在日本看了一场球赛 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体育场所有这几千人站起退场以后 这个体育场非常非常干净 就跟我们现在打扫过的体育场是一样的 有的人就可能没来得及待 但是就是用手拿着这些垃圾走出去 找一个垃圾桶放 那我就想这时候就有一个需求 假如说我能发明一个很方便携带的这个收集袋 常见的垃圾桶如何能产生魔术效果 垃圾桶里还有哪些外人无法破解的秘密 看温启东如何在垃圾桶里淘金 从日本回来后 温启东找到研发中心主任李志武 让他研发一款新的垃圾桶 要求只有两个 衣食包装后要尽可能最小 另一个要求最关键 要有乐趣 两个星期后 研发团队拿出第一个产品 温启东一看 垃圾 为什么垃圾呢 其实后来我也分析出来了 它这种垃圾呢 其实并不是肯定的垃圾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代表我们没有变化 只是叠带形状变了 其实还是带的 原来李志武带领团队 只是把袋子叠成六十四分之一大小 外面套个包装袋 温启东告诉李志武 他给五个月的研发期 那段时间 李志武和他的团队 不知道折了多少个袋子 想了多少种办法 温启东都不满意 今后实际人们要求 不仅仅是功能 因为你能做的功能 所有人都能做得到 同时我使用的这些东西 还有一点乐趣 我精神上得到愉悦 这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 就赋予这个产品生命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办法 后来一次在办公室呢 就提到了魔术这个字眼 当时我们就是按这个 进行个深层次的研发 什么模式研发 就是相当于变弃法 魔术不就变弃法吗 就是把这个袋小袋变大袋 所以那时候就是 我们才真正的是研发的一个开始 2008年年初 温启东的企业研制出了 这款具有魔术效果的塑料袋 这款塑料袋 成为温启东攻克市场的利器 很快打动了众多客户的心 我拿出来以后 突然间我就这么一转 所有人的眼神全部亮了 很惊讶 还觉得这个小产品 真的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一看很感兴趣 很方便的这种东西 是人家出多少钱 就还蛮计算的 如今魔术袋 成为日本一些大型运动会 和户外活动的主要选用产品 创新让温启东把塑料袋做到了极致 有400多个品种 专利有20多项 他的垃圾袋 被有些企业买回去研究 可是看似很简单的垃圾袋 却有着很多的秘密 很难破解 因为这里头不管是跌法 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些 里面拉伸的这个绳 这个绳是先穿还是后穿 什么时候穿 完了这个绳是什么时候封 这个前后都是有一些翘丸的 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做这个产品 也不是在我们大车间里做的 都是保密性的 如今温启东通过创新提供独特价值 不断扩大市场 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竞争力 2012年 他又把产品扩大到家用塑料制品的多个品类 进入国内2000家超市 我觉得文启东是在创业过程当中 他一个突出突点 他就大胆创新 在他创新 正因为他有这种创新的精神 创新理念 他就把这个很普通的塑料袋 做成了这个享誉国际的品牌 文启东从一名乐手 成为国内塑料制品行业的领跑者 在成功创业的背后 他总结了最关键的两条 那文启东会怎么说呢 九十门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文启东的创业问答 我现在觉得呢 创业首先 我依然坚持着也有梦想 要敢冒险 这个冒险精神是创业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什么都认为 百分之有把握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机会了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条 就敢冒险 有梦想 第二个呢 还有理性 就是你 比如说我们制造业是人机料法 还助得因素 市场 这些都 你的这几道因素都具备了 你才可能成功 文启东现在有很大部分的精力 去上课学习 或者外出和各种行业的人交流 同时他也出资 让自己的团队和员工去上课学习 他说创业永远是在路上 只有保持一颗学习的心态 才能够在创业的路上越走越好 好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 官方微博 微信 好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制服经 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资产百亿富甲一方 是一个怎样的话题让他潜然泪下 你家乡这个地度上不去 你就是个狗熊 你如果能把家乡整负了 你可能是个英雄 他是公认的商业奇才 经营洋融 开发矿业 投资地产 事业如日中天 却改变投资方向 为了一个梦想 他挺进茫茫沙海 我在一个永远不可能有 这个利用的这么一个瘸子里头 把一块我掉下去 我要办不成这件事 这辈子我就不见了 他在沙漠里要做的事 经动了一位大科学家 中国导弹支付前学生 为何给他使信 他在沙漠里究竟发现了什么